上集说到,唐老六成功将向三叶背回家 隔天就带向三叶的弟弟妹妹们直接去了苦竹山 姐夫,这是我们的新家吗? 姐夫,我们以后就住这里了吗? 姐夫,这房子好大啊,这真的是我们的家吗? 对,这就是我们家了,不过我们现在只有房子 还没有田地,也没有太多的粮食和装甲 这些都需要我们努力干活才有,你们怕干活吗? 不怕,姐夫,我干活最厉害了 姐夫,你说吧,要干什么,我现在就去 一个个孩子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唐老六这个老六的圈套之中 好好好,都是好孩子,我们先吃饭,吃完饭,我们就一起动手开荒 谁做得好,等到九月份,我就送谁去读书 一个个孩子听说真的有书读,争先恐后的叫嚷 向三叶没有听出唐老六是想把他们当作免费的劳动力 反而觉得唐老六对他们太好了 暗暗为自己当初的决定庆幸不已 从此唐老六一家就在苦竹山居住了下来 向三叶曾说五年不要孩子 可在唐老六的软磨硬泡下,结婚不到一个月就怀孕了 向三叶虽然有点气愤,觉得唐老六骗了他 但肚子里面孕育了新生命,他内心也是很开心的 但最主要是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唐老六对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是真的太好了 即便唐老六每天都会带着他的弟弟妹妹们去做事 但真正的苦活累活,唐老六都是自己抢着干了 如今养牛厂的事情逐渐走上了正轨 地下养鱼厂的建设也渐渐接近尾声 唐三便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青石澳新房子的建设上了 为此他还专门去县里找了一个退休的美术老师 让他帮忙把自己的想法画出来 唐三,我想把你这里打造成一座庄园 如果成功的话,将来你这里绝对会成为你们大平村 乃至整个三冲箱最漂亮的风景 江老师,这会不会太夸张了 我只是想建几栋房子而已 你却想打造成庄园 一点都不夸张,这么大的面积 不见庄园简直就是暴殲天物 唐三也有些心动了 造价应该很贵吧 造价贵不是很正常吗 这可是庄园,不过你能够圈下来这么一大快递 还怕造价贵吗 我能占据这么大面积完全是个巧合 其实我很穷的 能够圈下这么大面积的地盘 你在我面前装穷 那你到底建还是不建 如果仅仅只是建几栋房子 你随便找个人帮你画一幅草图就是 你能找到我的头上 那肯定是想建的好看一点,对不对 行,那就建吧 你放心,等庄园建好之后 你绝对会非常满意 把建设庄园的事情全权交给江老师之后 唐三就没有多管了 只需要偶尔去看一看 然后大量拨款就是了 自从唐老六搬走之后 唐浩和袁月竹明显感觉孤独了很多 两个人吵嘴的声音都比以前大声一些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要不然,肥除问题不可 随后唐三便找到了小五 小五,跟你商量的是呗 什么事 我看自从老六结婚 去了苦筑山之后 爸和妈两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就有点垮了 我估计是失去了动力或寄托啥的 两个人有事没事就斗嘴 这么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我就想把我们家的小爸和小九交给他们来照顾 顺带还能帮我们看一下家 你觉得怎么样 那等我们的新房子建好 搬去青石澳之后呢 一起接过去就是 反正,我们建的房子多 小五听了 心里是一百个不情愿 公共爹还好说 但婆子妈就不太好相处了 小五早就不愿意跟他住这么近了 怎么,你不愿意 唐三看到了小五的脸色变化笑道 你不愿意就算了 到时候,我再跟老六商量一下 但是我让爸妈跟我们住在一起 除了考虑他们老了 更主要的是我们以后会经常出门 有人帮忙带孩子 我们也能放心一些 我不出去 必须出去 你只有出去多见见世面 你的性格才能转变过来 以后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有除息 而我们却还是吐了八级的农民 怎么行 孩子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那我们就这个暑假出去转一转吧 你准备带我们去哪转一转 先去近的地方吧 我们跟曹老板合作这么久了 还一直没有去他的养牛场看过 那我们就去市里转一转 然后再去他的养牛场看一看 啊,我能不去吗 不行,都必须去,你必须进步 我们一家人都去,你害怕什么 小五一想,也是这么个理 他也发现自己必须要进步才行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遇到事了就知道躲 碰见陌生人就怕 和小五说完后 唐三便直接往苦竹山去了 三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家看看 老六,我是有客室想要找你商量一下 唐老六面色一沉 什么事 别紧张,不是什么大事 三哥,先进屋里坐吧,坐着聊 向三叶把唐三请进屋里 然后给他端来的热茶 又把柜子里的瓜子花生拿了出来 弟妹,不需要这么客气 你要是这么客气的话 小心我天天来 天天来好啊 就是要天天来 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才更深啊 我早就听老六说了 要不是三哥你的帮扶 我们哪有这样的好生活 那都是老六信任我 我只是给他指了个方向而已 那也要三哥愿意指方向才行 我听唐林宝他们说 村里不少人都愿意跟着你干活 但你也不是什么人都带的 不说远了 就说这样流畅 很多人都想来做事 但三哥说了宁愿缺人 也不能什么人都找进来 对了,三哥 你刚刚准备跟我说什么事 就是爸妈经常斗嘴 我怕他们斗出问题 他们不是经常斗嘴吗 这么多年了 也没出什么问题啊 现在不一样了 以前有我们在 即便说得过分了 会立即想办法缓和一下 但现在就他们老两口在了 三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想说的是爸妈的养老问题吧 这老六心里啥都明白 以后还真不能把他当小孩 当闷罐子看了 对,算是养老问题吧 随后唐老六瞥了眼向三夜后 给唐三示意了一下 按照我们村里的习俗 父母一般都是跟得要二字住 其他兄弟姐妹 只要给点养老费就行 三哥,你们要是不怕 我这个做弟弟的 他没了你们给的养老费 我是很愿意给爸妈养老的 老六啊老六 小心思都用在你三哥头上了 唐老六之所以强调养老费的问题 纯粹是说给向三夜听的 结婚了之后 很多问题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而是一个家庭的事 更何况他们还涉及到了好几个家庭 处理不好的话 会引起无数的矛盾和麻烦 老六,你怎么跟三哥说话的 给爸妈养老 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三夜,你是不是知道我爸妈的脾气 你才说得这么轻松 我爸还稍微好一点 我妈就比较强势了 刀子嘴都复心 可这刀子嘴太犀利了 有时候让人完全受不了 哪有像你这样说自己妈的 我相信妈也是为了你们好 才会说得多一点 哪有你说得那么可怕 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就把爸妈接过来了 向三夜猛然醒悟 感觉被唐老六坑了 可当着唐三的面 他又不好说什么 这苦竹山人烟稀少 山大风寒的 爸妈会不会不习惯 不会,有你这样的好儿媳在 他们绝对过得很开心 接着不再给向三夜开口的机会 唐老六直接站了起来 坐吧,三哥,我们回家跟爸妈 还有几个哥哥商量一下 这么急干什么 三哥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连饭都不给三哥吃一口吗 没事,这种座山都是三哥的 他随时都可以来 不差这一顿饭 我先回去看看爸妈的态度 老六说得对 我随时想来就来了 六弟妹,你不需要太客气 两人回到了村里 唐老六去把几个哥哥和嫂子都叫了过来 一群男人都坐在唐屋里 袁月竹和一群儿媳妇则在厨房里做饭菜 老六,你把几个哥哥都叫来 是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想商量分家的事情